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驚奇冒險週占領活動呢 即將登場在我們的Pokemon GO 那究竟這個驚奇冒險週占領活動 有哪些地方我們該注意呢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個分享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呢 這個活動的時間喔 是從8月8號到8月12號 也就是在父親節的那一天開始呢 就會有大量的火箭隊呢 占領不管是補給站 或是在道館上面喔 那這個驚奇冒險週占領 這一次主要的主打寶可夢呢 其實就是拯救這個暗影克雷瑟利亞 所以到時候如果去解相關的 這個特殊調查呢 對決這個百慕老大 打完這個百慕老大之後呢 就可以做這個暗影克雷瑟利亞的 相關捕捉喔 另外的話呢 就是在8月10號到8月11號 這個週末的時間呢 在各大道館的時候 會有出現這個暗影洛奇亞的 這個團體戰 以之前的經驗呢 其實暗影團體戰 它是不會在每一個道館都會出現的 它會比較是有點均勻的分布 在各個道館 所以如果到時候 大家是想要再集中在北車的話呢 欸那可能沒有辦法刷到非常多場 因為它可能有些會在外面喔 不一定會全部的道館都會變暗影團體戰 之前的這個暗影洛奇亞這個經驗呢 其實它是非常會做這個旋轉跳躍的喔 所以如果說怕到時候丟不到球的這個同學 從今天開始呢 可以好好累積一下這個交香果 到時候呢 要捕捉這個暗影洛奇亞的時候 就多丟幾顆 不然之前曾經有太多的這個慘劇 都是球沒有丟到 要不然就是丟過去 直接被它的尾巴掃回來 另外在這段時間的這個活動獎勵加碼內容呢 就是火箭隊所乘坐的這個樂器球呢 會大量的這個出現 也會出現在這個寶可夢的這個補給站喔 那最重要的話 就是在這段時間8月8號到8月12號呢 是可以用這個特殊招式學習器 來把暗影寶可夢的這個牽怒給它洗掉的喔 所以如果你有還不錯的這個暗影寶可夢的話 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幾天的這個時間 用特殊招式學習器 可以把這個牽怒給它洗掉喔 另外在這段時間呢 也有新的這個暗影寶可夢喔 分別是暗影搬運小將 暗影圓蓋海龜 以及暗影始祖小鳥 在打敗這個夠火箭隊的手下之後呢 就有機會可能可以捕捉到 相關的這個暗影寶可夢喔 那如果會好奇說 欸那究竟要打哪樣的這個火箭隊手下的話呢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這支影片喔 它其實你可以看這個火箭隊手下 它所用的開場白 你就可以知道它大概是哪一種屬性 最後大概會對決到哪一種這個暗影寶可夢喔 在暗影團體戰的部分呢 異星團體戰會登場的有 暗影滅力羊 暗影烏波 暗影頭幹龍 以及暗影盾甲龍喔 那在三星團體戰的部分呢 會登場的有 暗影長筆葉 暗影雷電獸 以及暗影超音波幼蟲喔 同一段時間的時候呢 的五星團體戰還是我們這個火焰鳥 火焰鳥的時間會一路進行到8月12號 也就是在這個暗影冒險周 佔領的活動結束之後呢 火焰鳥就會一起離去喔 那之後登場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雷電雲的化身形態 它會從8月12號一路到8月21號 相關的晚餐約會時間呢 會是在8月7號禮拜三的晚上6點到7點喔 到時候各大道館呢 都會出現我們這個火焰鳥 不知道看到這邊你覺得如何呢 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有新增會員集聚 趕緊加入會員 支持我創作更多攻略相關內容喔 超級團體戰的部分的話呢 會是我們這個超級化石翼龍喔 它一樣呢 也會待到這個8月12號 8月12號以後呢 就會是我們這個超級帶龍 超級帶獸 會登場在我們這個寶可夢GO喔 那在這段時間 今天也有相關這個田野調查獎勵 完成這個田野調查獎勵呢 會有機會呢 可以獲得到神秘零件 特殊招式學習器 以及一般招式學習器喔 官方也有推出特別的這個 Pokemon GO Web Store的 GO火箭隊禮盒 這個價值呢 大概是9.99美元 台幣大概是300塊 裡面呢 包含7個火箭隊雷達 7張特級對戰入場券 7顆高級球 以及7個銀色黃鯉果 那這個呢 只有在這個Web Store才可以買到 不是在遊戲內的商城喔 那如果是遊戲內的商城呢 可以花這個315寶可皮幣呢 來買這個GO火箭對戰的這個禮盒 裡面包含一個孵化器 一個火箭隊雷達 一張特級對戰入場券喔 那同一段時間的話呢 我們的聚焦時刻呢 主要主打是我們這個羅丁地鼠 登場時間是在8月6號 那它的搭配效果呢 是兩倍的這個捕抓經驗喔 所以如果還沒有羅丁地鼠異色的同學妹呢 可以把握8月6號晚上6點到7點的時間呢 來碰碰看運氣 接下來的活動呢 會是8月16號到8月20號的這個 GO對戰週同一片天空喔 那這段時間的話 其實也是有相關這個 跑葛夢對戰的這個冠軍賽 應該是在夏威夷舉行喔 所以也是有登場這個 扮著這個有點像潛水裝扮的這個皮卡丘 也是這次這個活動的主打 所以在這段活動的時間呢 大家可以把握來捕抓這個扮裝的皮卡丘喔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這一次關於冒險週佔領的相關內容啦 那不知道你們最想捕捉到哪一隻暗影寶可夢呢 以及你們對於暗影克雷瑟利亞 或是暗影露奇亞算期待嗎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直接開始 這個會議 我可以說 我們來 我們坐